而华联市公所代理管辖的三仙溪抽水站 去年年底遭不肖人士在墙面以及铁卷门上 使用了喷漆留下不雅字眼以及涂鸦 施工所工程队立即通报备案 而经过警方的积极侦办之下 终于在今年2月抓到了涉嫌人并依送法办 去年11月华联市三仙溪抽水站围墙上 局部区域遭不肖人士喷漆涂鸦 其中还包含不雅字眼 市公所工程队在发现后立即通报备案 经过警方的积极侦办下 终于在今年2月抓到涉嫌人并移送法办 市长卫家宴5号上午则特别前往抽水站 感谢警方大力协助帮忙迅速查明真相 揪出破坏者 也希望说这样的歪风请大家不要效仿跟模仿 后续我们在这边会再加装监视器以外 会请厂商赶快把被乱喷的涂鸦的地方赶紧的把它涂掉 那在这边还是呼吁大家 那这个地方属于公务 请务在这边做涂鸦的一个动作 近期内多有不肖人士破坏公共环境的案例 卫家宴表示 这些举动已经严重破坏公共财产及生态环境的损失 希望所有人都能发挥公德心 共同守护我们生长的土地及环境 记者 许立晴 华联士报导